大家好 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条片想和大家跟进几单国际消息 破解两单国际的奇案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 都是这句了 提提大家 请你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下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言归正传 10月24日 我就出了一条片 标题是《又一单国际奇案》 那条片我讲 爱沙尼亚接连 芬兰和瑞典的天然气管 和海底通讯电纜 李奇迪被人恶意破坏 初步调查证实 是被外力强行拖拉 拖到断裂的 翻查回当日的卫星图片 事发现场 只有中共和俄罗斯的船 在那里出现过 而中共的船 身身不极鸿耗 就更加两度事发现场都有出现 事件之后 俄罗斯马上否认 而中共非常意外地 一反战狼外交的表现 没有一口否认 反而就说 希望芬兰和爱沙尼亚 用公平和专业的态度 去调查事件 而我当日出片 这个世界 怎会有这么巧合的呢 两次案发的现场 都有中共的货柜船出现过的呢 而事后中共外交部亦承认 中共货轮有在当地海域 正常航行 但没有发现异常状况 我当时分析了 这件事 如果是中共做的话 中共有什么动机呢 终于这个迷地 今天出现了明显的线索了 11月10日 芬兰警方发现 案发现场被破坏的管道附近海底 有中共货柜船 芬兰北极红号的船鸟 而这一艘芬兰北极红号 是挂香港旗的 OK 问题来了 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个迷地也终于揭开了 3日前 爱沙尼亚的媒体就报道 爱沙尼亚已经同意台湾 用台北的名义 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 开设办事处 而这个决定台湾当然支持了 而用台北作为名义 也很平常不是第一次 一早已经有先例了 2021年 波罗的海另一个国家 立陶宛已经这么做了 不过中共当时马上跟立陶宛反面 在外交上降级 再在外贸方面 对立陶宛作出一些限制 而中共当时醒了 没有用经济制裁这些字眼的 而立陶宛就向欧盟投诉 说欧盟作为大佬 一定要出一句声 不可以看着兄弟被中共欺负 这次就轮到爱沙尼亚 或设立台北的经贸办 这次中共同样 一样是呱呱叫 中共外交部汪文斌 警告爱沙尼亚 不得允许台湾设立 任何官方性质的机构 这些措辞即是怎样呢 即是正面干涉爱沙尼亚的内政 大佬 人家爱沙尼亚 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他跟谁交朋友 跟谁做生意 关你中共的事吗 而台湾的外长吴超洩 11月8号就已经去了 爱沙尼亚访问了 如果配合疑似用科贵船 强行拉断爱沙尼亚天然气管 和通讯电纜这件事呢 两样东西一起看 就非常明显了 是中共用行动警告爱沙尼亚 如果爱沙尼亚 敢与台湾建立官方的联系 中共和俄罗斯 就会用黑社会手法搞理 而用这些刑事毁坏的招式 是可以正面打击到爱沙尼亚的 造成对方即时的损失 就不像打制裁牌那样 打击对方可能都不死的 最典型例子是怎样呢 就是中共战狼烂尾事件 是中共经济制裁澳洲 结果打不死澳洲 现在还要主动和澳洲收好 还好 中共就长期收买了澳洲工档 所以今次和澳洲港和澳洲那边 马上配合 如果现在还是莫里森政府 中共真不知怎样好 所以这次中共索性 简单点直接点 直接拉断爱沙尼亚天然气管 和通讯电纜 之前出片说 爱沙尼亚最少有五个月的时间 才可以维修到天然气管 即是今年的冬天 爱沙尼亚全国二百多万人 要靠船隻运送 液化天然气给他们 当然打乱爱沙尼亚的阵脚 而爱沙尼亚一心想着 以为没有疫情之后 可以专心经济重建 这次又被中共搞了这一祸 另外通讯电纜被破坏 当然也多多少少影响到 爱沙尼亚 这个IT精英国家的发展 这次中共用这一招 也真是挺绝的 因为这次不是打经济牌 去对付爱沙尼亚 而是用鼓滑仔搞对 而这么小的事情 不弱就没可能 因此跟中共开战 最后一定是外交解决的 亦即是中共使出切香腸的策略 切你不弱一个小小民国 一薄片的香腸 你不弱作为大佬 就没可能因此反台 这样都跟中共打架的话 这个近乎不可能 我之前出片就说过 如果北约真的强烈回应的话 中共就大不了 说句sorry 这些是民间船只 民间船只 一不小心搞破了 你爱沙尼亚的设施 你就控告这个挂香港旗船公司 不关中共事 这样就推得一干二净 北约根本没有符 而中共还有一张牌 是俄罗斯牌 如果爱沙尼亚还不屈服 中共可以持续找俄罗斯的货柜船 照版主管 搞多一件类似事件 爱沙尼亚这么小的国家 到时真不知怎样好 所以这次其中一处案发现场 亦看到俄罗斯的船在那里 相信是这个原因 是怎样呢 俄罗斯船要看看中共的货柜船 怎样执行任务 他们有得参考 下次到他们做 他们知道怎样做 我上次出的影片提出的疑问 这次可以说 找到答案了 这件事 看来爱沙尼亚屈服的机会 也不小 因为台湾外交部 吴超洩访问爱沙尼亚之后 他也表示 台北和爱沙尼亚的办事处 还未达成共识 但还未达成共识 吴超洩无情法事 又为什么走到爱沙尼亚呢 这是不是奇呢 中共就表示 如果爱沙尼亚和台湾建立办事处呢 中共驻爱沙尼亚的大使 马上会即时离开爱沙尼亚的 就是怎样呢 简单地说 好像立陶宛那样 马上两国的关系降级 而爱沙尼亚人呢 到其时可能随时 不能上网 为什么呢 因为海底通讯电栏被搞坏了 又或者网速减弱了 OK 爱沙尼亚的天然气管和通讯电栏被破坏 这个案件呢 终于接近拖案了 而同一时间 台湾和英国正式签署了提升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简称ETP 这次是台湾首次和欧洲国家签署相关贸易协议的 这次也标志着英台经贸关系进入新的旅程 当日英国首相卓慧斯初步提出英台经贸合作 这么快已经正式签署协议了 可见这件事是谈得挺顺利的 台湾代表表示英国是全球第六大经济体 在生物科技能源汽车AI金融方面的产业具有领先地位 这些领域和台湾有高度的互补作用 这一点基本上也没错 以金融为例 台湾的金融领域方面实在相当落后 如果可以和英国多些合作 在英国那边学多些东西多些参考 对台湾的金融发展相信有很大帮助 不过当然人所共知 台湾金融制度之落后有很多原因 其中包括了很重要的历史原因 相信都没那么容易改得到 不过理论上多了英国这个师傅 应该都是一件好事 而这次英台两国能够签署贸易伙伴关系协议 当然和英国脱欧有关 因为英国已经不是欧盟成员 就可以有足够的自由和台湾建立伙伴经贸关系 也可以说英国做了先头部队 如果成功 那日后欧盟就可以作为参考了 而中共方面当然对英台建立 经贸伙伴关系就坚决反对 又是英国支持台独 又是英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喂大哥 人家英国和台湾建立伙伴关系 又干涉你内政 不是吧 不是你不让英国自由交朋友 自由做生意 是干涉英国内政吗 跟台湾做经贸 是支持台独的 那Netflix支持台湾拍剧 在Netflix上播出 是不是Netflix都支持台独呢 这次我们就看看中共又有什么招式 可以对付英国了 但是中共现在是全方位想哄回美国的 那这只战狼现在是在扮动的 扮着什么呢 扮着自娃娃宠物狗仔 相信暂时都不敢对英国有什么动作的 好了 讲完中共和欧洲的外交形势之后 再跟大家讲另一宗奇案了 这一宗就是韩国的青瓦台 为什么经常被人说风水不好 这个事件 11月9日韩国大媒体东亚日报报道 2022年1月 即前韩国总统文在寅执政期间 韩国外交部和韩国国家情报院 被中共的黑客攻击 导致4.5G的电邮外泄 韩国外交部已经承认了有这件事 不过外泄的文件不是什么机密 又说文在寅做总统期间 中共黑客一直有这样做的 所以当日韩石月一上任做总统 马上就将总统办公室 由青瓦台搬去国防部的龙山大楼 就是这个原因 原来韩石月当选之后 得到友邦的通知 说韩国已经沦为中共黑客入侵的对战 非常明显 这个韩国的友邦应该是美国了 这件事有趣的是 文在寅做总统期间 明知中共黑客入侵 基本上没什么行动 声不出 都韩石月做了总统 入主青瓦台 文在寅又不提醒韩石月 由这里我就有理由相信 文在寅是游得尹月乃野的 那文在寅想尹月死 这点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OK 我开始明白到 为什么韩国总统通常上台之后 都是不断被爆大祸的 民望不断下滑的 我相信 有可能中共的黑客 是不断将总统的机密 转交给韩国的反对派 就让韩国的反对派 有弹药去攻击执政的总统 而中共就可以利用韩国政党之间 不断互斗去控制韩国的政坛 而大家想想 反过来 既然中共黑客可以入侵到 青瓦台的电脑 也同样可以入侵到 韩国反对派的电脑 所以基本上两边的机密 中共其实都掌握到 这样就令到韩国 无论什么党执政 都有中共的人在里面 又或者可以这么说 中共是有办法 可以拉任何韩国的执政党落马的 除非好像南韩前总统 文在寅那样 亲共到这样 直接在北京大学说 愿意跟习近平一起实现中国梦 这样 文在寅才能完成一届总统任期 而他卸任之后又不用坐牢 而韩石月 就由他选举的时候 他的政綱已经强调亲美 所以他一上任 美国就马上通知他 不可以继续在青瓦台办公了 于是韩石月马上搬入 国防部的龙山大楼办公 结果去到尼泰园 踩死人这么大碗事 大家都记得 韩石月也可以过关 文忘没有大跌 而更重要的是 他成功与日本和解了 结成了美日韩紧密的合作关系 这点其实真的很难 我就想了 如果现在他还在青瓦台办公 可能已经下台也未定 之前很多人经常说 青瓦台风水不好 青瓦台风水有问题 个个人进去都死 原来青瓦台是因为 中共黑客 所以破坏了风水 现在总统一搬出青瓦台 韩国马上国际地位 大提升 大家看到的 真是讲笑地说 某程度上 破解了青瓦台风水之迷 最后我之前和网友说过 因为我近期有些重要的东西要处理 所以不可以每日出一条片 只能够一有时间就出片 这条片一有时间我就马上出 可能录音效果真的不太好 希望大家原谅 相信 去到这个月的15号打喉 应该可以恢复正常的 到时应该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集败会这件事 来到这里 哆哆句了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面 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拜拜